但是一说新能源车 大家就谈说这车高速上开着开着 车突然没电了 停在路边怎么办了 这不是问题啊 停在路边你可以下来推嘛 推到充电站 你本来买了个电动车 一推混合动力升值了 大家好 我是霍兰 今天刚才已经体验 体验那个车真的很漂亮 然后上手感特别好 今天是荣威双标的活动 就一开始跟我说 发布的这个R标啊 是专注于新能源车的时候 我说我平时不开新能源的车 我说我也不知道 怎么去推荐这个优点 这些推荐我都不知道怎么 他们说没事你就吐槽就好 多狠都行 我第一次看到 有这种嗜好的客户 对于这种嗜好 我只能说好变态啊 但是我喜欢 他们甚至给我发了一个文档 就上面列了新能源车的槽点 还说怕我吐不准 其实我不需要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我不用的 我没吃过猪肉 我还没见过猪跑嘛 意思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忽略了猪是跑的 车也是跑的 我深深感受到 他们受到的冒犯 但一说游动车 大家就谈动力变速 像刚才看的RX5 什么1.5TGI 什么涡轮增发动机 什么TST7 双离合变速器 就听着就特别有 飞驰的这种感觉 以前RX5刚出来的时候 就每一家主机厂都有一辆 不是用来开的 是用来拆的 是因为它是第一台互联网汽车 大家都买 我去拆开研究 难怪我说 这车发布这么久 都没看着上路呢 都在厂里拆着呢 之前还有个新闻 说RX5MAX是拉过飞机的 也是给人一种 马力十足的感觉 但是一说新能源车 大家就谈说 这车高速上开着开着 车突然没电了 停在路边怎么办了 这不是问题 停在路边 你可以下来推嘛 推到充电站 你本来买了个电动车 一推混合动力 升值了 即使你推 推不到发电站 就你推一会儿 动能转化成电能 又能开了 开一会儿没电了 再下来推 多好涌动机 有的时候你就看路边 有人在推车 其实不是在推车 他们是在发电 人家是在用 人家是用爱发电 他们是用力发电 但推车都是开玩笑了 现在其实这么先进 你万一万一 坏在路上了 哪里要推啊 就有紧急护药措施 你一呼叫人就来救你了 你要坐的只是 在马路边上等上一等 所以说有的时候 在高速上看着 开着车 看着路边停了辆车 远看是辆车 近看是辆车 打到他不走 骂到他不走 那是什么 那是新能源车 其实都是玩笑了 现在都有很精确的 剩余里程书显示 人家告诉你该充电了 你非要硬开 那你要硬开 那油动车 也能停到半道什么 有些朋友说 不是我硬开 就是想充的时候 找不到充电的充电桌 你这么说呢 也很有道理 咋办呢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特别好 他说这种东西叫 新能源的里程焦虑 就是说跑长途的时候 电还没用多少 就开始 空调不敢开 隔也不敢贴 不是不够 就是怕万一 找不到充电的充电站 怎么办呢 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 结果我一看 那个作者叫上汽荣威 不是你们这个 喜欢吐槽 是你们的企业文化 是不是 我觉得刚才说的量电 没啥不开空调 就特别适合家里 对空调敏感的这种长辈 听歌其实也不那么需要听 你说你听着什么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曾经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一切 转眼又飘散如烟 咔没电了 你就觉得这首歌 就是唱给你自己听的 而且刚才我们在外面展示 说现在那个新车 其实已经能开 续航能到600公里了 其实不是问题 从上海到杭州跑个来回 都不是什么问题 所以说其实 而且今天 是荣威阿彪的品牌 阿彪的发布日 其实诗标很经典 给人一种雍容典雅的感觉 荣威推出R标的时候 就是想展示一下 更简洁 更年轻的设计 大家一会儿 今天晚上能看见 新的R标 一会儿就都能看见 都特别简洁 你一眼看上去 就以为71开始卖车了呢 仔细去看一看 最后说 就作为一个相信科学的理工生 我觉得未来的趋势 一定是属于新能源车的 我们可以尽情地吐槽 和嘲笑新能源车 就刚才很多说法 其实是很多普遍人 大众的一个想法 说新能源车 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这么做 就如当年马车夫 嘲笑汽车是一样的 马车夫也觉得说 汽车续航能力差 还有加油 你看马带着一车 草到处跑 他们觉得说 那车用两年 用几年就坏了 家里的马又不折旧 多好 但科技浪潮向前 马车夫又嘲笑了几年 工程师在工厂里面 又研究了几年 我们就再也看见不到 嘲笑汽车的马车夫了 就不是他们不嘲笑了 而是路上已经 没有马车夫了 我们不做 即使不做吃螃蟹的人 但是我们也尽量不去做 嘲笑科技的马车夫